今次的展覽是以絲綢作主題 我們匯集了三間博物館 一共是108組的展品 這三間博物館分別是 廣東山博物館、香港藝術館和澳門博物館 有外銷繪畫和絲綢相關的展品 我們都希望可以呈現到 即日明清時期大灣區商貿港口的風貌 和絲綢有關的展品 可以讓觀眾了解明清時期 以廣州為中心的絲綢工業發展 我會首先介紹的 就是在灣區舊貌第一個展區的一張繪畫作品 叫做廣州十三行商館博物館 這張畫是十九世紀中 由一位中國外銷畫家繪畫 他繪畫了廣州港口當時的風貌 當時正是中外貿易一個很鼎盛的時期 中國貿易商船 他們都必須要先經過珠江 來到廣州去進行貿易 那段時間廣州是唯一一個對外通商口案 專門是做對外貿易的 叫十三行商館區 就開始盛營了 這張畫正正就是看到十三行商館區 在十九世紀的一個發展 第二件想介紹當然就是我們在第二個展區 將不同的絲織品或家居的織物 將它佈置成一個中國風房間 這個中國風房間就是當時在歐洲很流行 會將他們買了中國的絲綢 用來佈置他們的房間 這個都是他們對於東方的一個想像 這一類都是一些中西融和 或者是在交流之下 碰撞之下產生的藝術工藝品 配合香港巡展最後一站 都想邀請香港的藝術家 去從三成的這個展覽 對它創作又可以啟發到它 再做一些新的作品 那時彼岸這個作品裡面 其實都是看到它自己的創作 和三成的發展 都是有一個很相似的想法 三成都有它過去的發展 就好像創作一樣 它在它的華服創作裡面 它經常都會思考 就是怎樣可以令到這個傳統 中西文化交流之下去有創新 其實這次這件的作品 都是靈感 就是一定要透過三成的整個展覽 怎樣去拿到靈感的來源 我看完它一堆的展品之後 一些歷史背景 究竟三成之間 它們的貿易關係是怎樣 它的展品裡面有什麼吸引 其實很多很多的內容 很多很多的材料是很豐富的 我們做的設計裡面 除了這三件衣服的設計之外 其實整個空間的佈置 都是我們很重視的一件事 你只穿三件衣服 其實你不可以將整個氣氛帶出來 所以我們在空間設置裡面 都是希望圍繞著這個主題 哪時彼岸 究竟怎樣去做一種的 古今 虛實 剛柔 有一種中西文化的對比 交流的一種感覺出來 瀑布彎底下的感覺 就好像一個瀑布的狀態 很透視的 還有所有的東西都有水源開始 所以我們在空間設置裡面 我用了一些沙 因為它有透視的感覺 有像一些瀑布的感覺 所以我們用沙去做 就算在衣服裡面 我們都有一些透視的布料 去做這種穿透的感覺 整個的展覽 或者我這次做的東西 其實跟我一向 這十多年去探索的東西 差不多是一樣的 都是在做怎樣 將中西文化融入現代的生活 將華服現代化 令到更加多人去接受這件事 當然因為現在的時裝是真的多 或者品牌也很多 究竟你要只做一件衣服 但它一件衣服的價值有多大呢 我覺得我們做到差不多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思考的 因為設計師本身的作用 就是一些解決問題 或者創造的一個角色 你看到問題就是 原來我們現在的時裝是很多 然後我們很多人對時裝的價值 在哪裡我們不是太了解 它變成一個消費品 消費品是否好還是壞 值得我們去思考 所以我無論是從時裝變成 專門做華服 是希望在找自己一個 有價值的時裝之路 below 給大家 할� Wales 來回答 我們這些期望 也很Blind 可不要 給大家 我們有種的時候 ��� 為 MARM 開 離開 inherent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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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